第655章 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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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是他能任意揉搓的 自己刚才说话的态度 或者真是犯了一个错误 对 不认真道歉 我们都退出此次拍卖 他们分明就是没有诚意嘛 走了走了 别浪费时间了 走吧 下个月在香港还有一次拍卖 咱们去那里得了 周围响起的声音 让理查德的脸色变得愈发难看了起来 他没有想到 周围居然会有如此的影响力 他的决定 竟然会影响到这些 来参加拍卖的华人富豪们 要知道 在此次拍卖之前 中国政府也曾经 对此提出过抗议 但是 这些华人富豪们 依然来参加了 如果他们因为庄瑞 推出此次拍卖 岂不是说 这年轻人的影响力 还要大于政府吗 理查德不知道 事情并非是这样 众人力挺庄瑞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 庄瑞刚才给他们出了一个好主意 并且能在气势上压倒理查德 对于接下来的拍卖 也是有好处的 这就像是一场角逐 谁都不想在气势上 弱于对方 好吧 庄先生 请留步 你赢了 看着庄瑞站起身来 就要往门外走去 理查德矮胖的身子 像是充满了气的气球 忽然泄了气一般 变得更加矮小了 脸上露出一副 说不出来的表情 庄先生 我代表拍卖行 对于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对您表示最真诚的道歉 对给您身心造成的伤害 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理查德走到庄瑞的身前 微微攻下身体 用带着伦敦枪的英语 向庄瑞说出了上面的一番话 偌大的会议室中 忽然变得沉浸了下来 这突然之间的转变 不仅是让庄瑞 也让场内所有的人 都感觉有些突如其来 见到这国际拍卖行中的大鳄 居然真的对庄瑞 之功道歉了 竟然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爽快 所有人的心头 就像是被甘霖浇灌了一般 那种爽快的感觉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一时间 众人的眼睛 居然都有些湿润了 要知道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企业或者是个人 在世界舞台上 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但是 在某些领域 始终都是被外国人把持的 像国际性的拍卖行 就没有一家是中国的 在这些领域里 外国人一直都是制定 和执行规则的人 中国人只能被动地 参加到他们的游戏规则之中 但是现在 这种规则 隐隐地被打破了 强势的拍卖行老板 在庄瑞面前 低下了那自卫高贵的头颅 舒畅 爽快 在此时 所有人心里都有这么一种感觉 在场的这些华人 都是经常来往国外的 在和别人进行商务谈判的时候 或多或少 总是能感觉到 对方身上的那种优越感 但是此时 这种优越感被打破了 相反 在理查德的面前 他们的优感 似乎比平时 都要挺直了许多 而且在这一刻 他们也都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 众志成成 只要团结一心 这些国际拍卖行的大鳄 同样要扶手认输 同样要做出让步 反之 如果只是庄瑞一人坚持的话 相信 理查德 绝对不会做出让步的 想到这里 众人对庄瑞提出的拍卖计划 信心又足了几分 而对庄瑞这个年轻人 不禁都刮目相看起来 再也不会因为庄瑞的年龄 对其有一丝小看的心思了 理查德先生 中国是礼仪之邦 讲究礼尚往来 对于您的道歉 我表示接受 但是 难道您认为 仅仅就凭几句话 就可以弥补 我这受到伤害的心灵了吗 中瑞的话声一出 现场顿时噼里啪啦的 掉下几副眼镜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庄瑞会顺水推舟 就泼下驴的时候 谁都没有想到 庄瑞居然会说出 这么一番话来 小庄 这 张女士在庄瑞的身后 悄悄地拉了一下庄瑞 她也认为 今天面子够了 可以结束这场 为国争光的行径了 她怕庄瑞再闹腾下去 别出现一些不好的因素来 张女士 我听说外国人都最务实 想必他们道歉 不会空口白话 应该拿出实际点的行动来 您说呢 丽查特先生 庄瑞这番话 就说得更加露骨了 意思很明显 想道歉 拿出点干货来 不要以为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 事情就能接过去 门都没有 这年轻人 了不得啊 是啊 真是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以后要好好教下这个小伙子 厂内的一些人 也看出了端倪 庄瑞这是在借势 借一百多个华人收藏家的事 来压制理查德 这个国际拍卖行大鳄 而且大事已成 不怕理查德不低头 没错 庄瑞就是在借势 他让理查德道歉 其实最初就是一种试探 他在试探理查德的底线 他在试探这些华人收藏家 是否能让理查德遮邀 试探的结果就是 理查德服软了 庄瑞要不痛打落水狗 那他就不是庄瑞了 虽然说中国是礼仪之邦 但是庄瑞对这四个字 压根就没有一丝的好感 康熙年间的时候 和老毛子打仗 打了胜仗 反而割据出大片的国土 这就是受了理之邦的毒害 而跑到台湾的那个光头 在抗战胜利之后 又因为某些原因 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 结果是什么 那个卑劣的民族 因此更改教科书 不承认历史 现在反而大肆的 从中国进行经济掠夺 这都是他娘的理之邦造成的 凭什么 凭什么占了到底就退让 凭什么不能理直气壮的 要求赔偿呢 庄瑞可不管那一套 哥们儿竟然占理了 不瞧你一下 估计这矮胖子也不长记性 庄瑞就是要让理查德记住 以后不要在中国人面前 表现自己身上的那种优越感 你 你 理查德被庄瑞的无耻 气得满脸通红 他已经低声下气地道歉了 没想到 庄瑞又提出了更加过分的要求 居然让他在物质上进行赔偿 虽然庄瑞没有直接说出来 但是话中的意思 就是傻子也能听得懂 理查德 冷静 丹尼尔一把拉住了理查德 既然已经准备服软了 就没必要再将事情计划 丹尼尔看得出来 那后面的一百多个华人 此刻都是在力挺庄瑞 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型拍卖行 他们或许不惧怕哪个政府 但是对于这些国家的超级富豪们 他却是不敢轻易得罪的 毕竟想要做古董生意 还是要依靠他们 总不能把这价值几千万的物件 卖给那些月公司 就千而八百的普通人吧 他们买得起吗 现在中国人的消费力 已经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 不仅是体现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 就是在那些奢侈品的商店里 也到处都能见到中国人的身影 有很多国际大都市的奢侈品商店 甚至都安排了会汉语的营业员 以方便那些中国人购物 卓先生 您的要求是合理的 为了表示我们最诚挚的歉意 您所拍得的那副狼是您的 纯灰贵妃半身像油画 我们将免除掉她的佣金 和拍卖行的手续费 不知道这样的后果 您是否满意呢 丹尼尔拉住理查德之后 和他小声的商议了一下 最终给出了庄睿想要的赔偿方案 他们的行为也表明了 拍卖行方面 完全彻底的对庄睿低头了 这世上 没谁和钱过不去 在金钱面前低头 那绝对不丢人 西方人尤其肯定这一点 独月乐不如众月乐 满意 当然满意了 庄睿此时心里乐开了花 一百二十万欧元 可是要缴纳不少别的费用的 七七八八的加起来 也有一二十万欧元了 现在拍卖行方面给免去了 庄睿有什么理由不满意呢 不过这心思 庄睿只是在心里想着 并没有说出来 而是一脸正色的看着丹尼尔 说道 作为个人 我已经感受到鬼行的诚意了 不过您知道 刚才你们的行为 是损害了所有华人团体的感情 我想 只是对我个人做出赔偿 这 是不是有点不恰当呢 什么 庄睿的话 听得丹尼尔这次 也差点凸鞋了 感情这小子自己占了便宜不说 居然还要给别人谋求福利 这是拿拍卖行开涮呢 小庄这话说的没错 嗯 拍卖行的行为 的确是伤害到了我们 哥不缺这钱 哥就是对你们这种行为 要进行谴责 嘿 这小伙子不错 知道读月乐不如众月乐 一时间 理查德和丹尼尔的耳边 想起了各种强调的英语 这些话 自然都是在力挺装锐的 这让他们两人面面相觑 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了 作为拍卖行而言 他们明面上所赚取的利润 也就是藏品拍出之后所提取的佣金 如果全部都给免掉的话 那他们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 当然 拍卖行还是有一些别的隐形路障的 比如和市主事先谈好的价格底线等等 不过这一些 都是要在拍卖能正常进行 物品可以拍出去的前提下 才可能发生的 好吧 此次拍卖会 所有成交物品 我们一律将用尽下调五个百分点 你作为我方对各位朋友最真诚的建议 不知道这样做 朋友们是否会满意呢 丹尼尔和理查德咬了一会儿耳朵之后 终于做出了决定 相比冒着此次拍卖 无疾而终的风险 他们这样做 虽然赚得会少一些 但是 能将拍卖进行下去 不过这次丹尼尔的话 却不是问向庄瑞了 他生怕庄瑞嘴里 再吐出一个不满意的字句来 直接问向在场的华人收藏家们 可以了 我看到了贵行的诚意 张女士首先合手点了点头 要是再僵持下去的话 恐怕拍卖行方面 真的会取消此次拍卖 一般拍卖行收取的佣金 为拍价的8%至15% 减免掉5% 算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 在场的这些人 虽然不在乎这点钱 但对庄瑞争取他的利益 还是十分的满意 好 我们中午安排了宴席 请大家一定要赏光 拍卖将在下午进行 各位先休息一下 我和董事长就先告辞了 丹尼尔见到事情得到了解决 再也不想留在这里了 交代了几句场面话之后 拉着理查德离开了会议室 走出门的时候 他们听到里面传来的掌声 脸色不禁变得有些阴沉 丹尼尔 能不能 理查德面色不善地 对着自己脖子 比划了一下 今天所发生的 所有一切 都是由庄瑞造成的 这件事 估计最少会让拍卖行 减少数百万欧元的收入 并且 也会给拍卖行的声誉 带来很坏的影响 作为一家分行遍布世界各地的知名拍卖行 理查德无疑和各种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打过教导 国际佣兵 国际大盗 甚至是国际盗墓贼 资本的背后往往都是血腥的 对于理查德和拍卖行而言 人间蒸发一个人 并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样的事情 理查德不是第一次做了 不行 千万不行 理查德 打消这个心思吧 丹尼尔被理查德的话 吓了一大跳 庄瑞如果是毫无背景的小人物 那就算了 但是 从他的资料表明 他在中国的背景 极其深厚 万一做掉他 而被查出来的话 即使是英国和法国政府 都没有办法护得住他们的 高师 理查德 很怀疑自己是否会憋出毛病来 只是这对于庄瑞而言 并没有什么震慑力 世界上又不是只有这一家拍卖行 话再说回来了 如果庄瑞看中了他们要拍的物件 即使不在现场 也是可以委托别人进行电话拍卖的 这在国际拍场中 也是很常见的行为 小庄 谢谢 谢谢你 理查德和丹尼尔离开会议室后 张女士带头鼓起了掌 所有人都跟着鼓起掌来 掌声回荡在会议室里 久久没有停歇 虽然这只是民间的商业行为 但是也掌了国威 给中国人争了面子 这一切都是庄瑞带来的 他配得起这些掌声 不敢不敢 张女士 刘总 各位古安行里的前辈 拍卖行方面之所以低头 不是小子有面子 而是大家的功劳 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 恐怕小子早就被拍卖行扫地出门了 我要谢谢大家才对 庄瑞站起身来 对着场内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这次是真心虚意的 能让拍卖行公开道歉 庄瑞就感觉到死刑不虚了 张女士笑着摆了摆手 说道 不说这些了 小庄 等有时间 我要去北京看看你的古玩店 到时候 要给我介绍点好玩意儿 嗨 张女士 我那小店的东西 肯定不入您的法眼 不过再过一段时间 我要在北京城 办一个私人博物馆 等到开业的时候 您要是有时间的话 还请您为您指导 庄瑞听到张女士的话后 心中一动 把自己要开私人博物馆的事情 说了出来 在场的这些人 可都是国内和国际的 顶级华人收藏家 要是他们肯出力 自己那博物馆 就不愁没有展品了 哦 私人博物馆 张女士文言愣了一下 虽说这几年 国内有不少人 开办了私人博物馆 但那都是在收藏圈子里 私混了很多年 有一定的人脉与名望的 庄瑞如此年轻 就要开私人博物馆 一是让张女士 感觉有些愕然 不仅是张女士 就是其他的人 听到庄瑞的话后 也是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虽说私人博物馆的门槛 不是特别高 但也不是谁都能玩得起的 开办一家私人博物馆 不仅需要大量丰富的藏品 还需要凶厚的资金 要知道 在遍地都是国有博物馆 并且很多都是免费参观的情况下 私人博物馆的前景 并不是很被人看好 私人博物馆收费的话 会被人骂 但是不收费 馆内的藏品保养 工作人员的工资开支 包括用地水电 这些加起来 可都是一笔不菲的数字 不是一般人能承担得起的 小壮 为什么想要开一家私人博物馆呢 那可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啊 对了 你现在有什么藏品 和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吧 刘总听到庄瑞的话后 也来了兴趣 一群人呼啦一声 将庄瑞围在了中间 这个年轻人 可真是让人有些看不透 真是对庄瑞兴趣大增 好 本来没想着这么快开博物馆的 只是有些藏品 想和国外的一些博物馆对话 所以必须要有个名目 至于我的私人藏品 还真不是很多 到时候 要仰仗各位前辈们 伸手相助啊 庄瑞没有细说 和极美博物馆交换藏品的事情 这事儿 八字还没有一撇 万一没成的话 这可就是说大话了 不过趁着这机会 庄瑞倒是想让这些人 真正给物件出来 小庄 你可是走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咱们在这里拍物件 你都和国外的博物馆 交换藏品了 后生可畏啊 等到你的博物馆开业 我一定去看看 刘总笑呵呵的在庄瑞肩膀上排了一下 不过却是绝口不提捐赠藏品的事情 一来 庄瑞过于年轻 这博物馆能开成什么样的规模 还不知道呢 仅凭庄瑞的一句话 这些老狐狸们是不会出手的 二来 别看这些大藏家们 经常会给某些官方的博物馆捐赠文物 而且 一捐都是价值成百上千万的文物古董 但那也是有好处的 做了这样的事情 在别的一些政策方面 是会受到一些照顾和优惠的 就像是某些企业 一年捐赠多少慈善款项后 可以合理的被当地政府免出一些税收 道理是一样的 在场的这些华人收藏家们 其实也不乏抱着这种心思的 虽然这事说出去 让人感觉有点动机不纯 但都是事实 一定一定 到时候各位前辈一定要光临指导啊 钟瑞笑嘻嘻的点头答应了下来 但他也知道 空口无凭 别人凭什么 把价值数百上千万的物件交给他呢 等到自己的博物馆开业之后 让别人看到博物馆的规模 再提出借用藏品的事情也不晚的